草屯石川离星光大牌护岸 十余年来每逢台风豪雨就不断坍塌 县府逐年陆续试作护岸保护沿线田地 但仍有约50公尺河段无护岸保护 农民忧心若摊坊连农田都会流失 向县远唐小芬反映 潘县府能够持续新竹护岸 星光大牌非常的长 那因为也感谢县长在过去 对我们星光大牌的一个帮忙跟协助 那只插在中间有一段大概约50公尺的一个护体 那因为就是经费的问题 以至于说这个部分没有去把它做一个修缮 县长林明正及县远唐小芬等人爬上堤坊 林县长表示 由于星光大牌为土石护岸构造 每逢豪大雨水流湍急冲刷 造成护岸毁损土石流失 恐将影响农地及邻近民宅安全 认为确实有改善必要 这些过去就是都宜酒头 宜酒头宜酒头 宜酒头宜光大牌这个项目 差不多宜到这边差不多30人 宜酒头已经都在落下了 阿姆团也在腐化 所以不小心再来改善 做水泥的护岸 空间也保不住 提防要去倒崩起 对我们住户土地有很大的威胁 我们是认得非常有必要来做 所以整工程会要92万 所以我们还是尽快地来筹筹 县远唐晓芬表示 农民及里长都很关心大牌问题 感谢县长体恤民意 编列预算 让排水功能更完善 整体护岸整治发挥最大效用 那在这里也感谢我们县长 这一次的会看 那愿意来协助我们这个星光大牌 我们来起早来做一个修缮 那希望未来能够对当地的里民 在不管说在他们的农作方面 或者生命财产方面 都能够多加以保障 我们馆长 该做要做 以及都用于这个土口香 不说互不开 事实说这个也要帮帮 经位没那么多 水泥做一碗做一碗做一碗 我也很感谢 反正我当议员来到协助 石川里星光大牌碍于经费 无法一次到位 现在还剩下约50公尺未施舍 金石地勘查后 县福将投入92万5千元处理 使两处排水系统整治更真完善 记者洪一伦炒豚采访报导